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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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志中学一名班主任 在高考结束当晚 接到同事教师的学生家长邀约后 被学生家长带来的人暴打 目前打人者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各罚1000元的处罚 另一条新闻里被打的则是学生 6月13号 一段教师在教室内 抽打学生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据媒体报道 事情发生在贵州水城慈冲小学 目前涉事教师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同时慈冲小学校长被免职处理 这两条新闻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老师主动去管教学生 当然有的管教的程度是挺严重的 我们了解到结果是一个 被学生的家长殴打了 还有一个是被警方控制了 那么是不是说现在 当老师已经成了一个高风险的 这么一个职业了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 老师管教的方法 是不是把控的不合适 不对 还是说现在社会 包括学生的家长 对于老师管教的这种容忍度 是不是有所降低了 听听方婷怎么看 我觉得从刚才的视频来看 这个老师的行为 明显是非常不合适的 你看那个孩子 那么撕心裂肺的哭喊 都不能停下他疯狂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一个管教的问题 他的行为已经是明显违法了 因为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法 义务教育法 这个教师法都明确规定了 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因为体罚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被证明是一件无效 而且非常有害的事情了 好的孩子你不用体罚他 打不听的孩子你打他也是没有用的 而且根据数据表明 从小受过体罚的孩子 他成年以后 他产生心理障碍抑郁症 或者那个酗酒吸毒的可能性 都远远高于没有受到体罚的孩子 所以对这件事情 我作为家长 我是非常持反对态度的 当然老师你可以批评 甚至可以承见 但是所有的这些教育的行为 都应当在理性平和 规范和适度的这样范围内进行 如果这个老师你控制不好你的情绪 你做不到这样的成见 那么你就好好教好书就行了 其他的我们家长会把孩子管好 的确刚才第二个视频我们看到了 老师的那种所谓的成见 已经不是在按一种标准 或者按一种程度在有控制的进行 已经基本上是属于接近疯狂的一个状态了 听听 李老师 您觉得是老师的度没掌握好 还是家长的心理的承受度不够 我觉得这个视频 两个视频放在一起 恰恰皆是说像在教育 老师成为一个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说什么 你稍微管教一下 可能你管教 不管你的度在哪里 你没有掌握到家长的那个度 好了 你自己被打 家长的度就是重要 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视频当中 有些老师的确那个视频当中 出现的已经是几乎一CSD里 那个孩子在大哭 他当着全班 好几个学生在围观的面 在教室里 就这样的进行动粗 已经就是违背了一个教室 应有的一个道德规范了 那么这样的两个视频放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舆论的导向 老师 你的惩戒不能够随便惩戒 作为老师 我要去管 可能会被打 我要去 社会上说 老师你一惩戒 就我的孩子被打 不行 好 那么现在老师 慢慢地变成一种弱势 可是随着这种弱势的产生以后 真正的一些熊孩子呢 就会越来越多 像方婷老师这样的 安迪哥这么乖的小孩 老师真的是教十个 教一百个 教多少个都不累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熊孩子多起来 老师如果不实行承接手段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 他走向社会以后 必然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毒瘤 那让说的不好听一点 老师不罚你 社会自然而然会去惩罚你 您认为其实还是应该 应该可以老师有惩戒权力 对 只不是惩戒的方式 场合 因人而异 或者具体的措施 应该不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 就是完全是不顾任何程度的 属于歇斯底里的这种 拳打脚踢 肯定应该不是属于惩戒 也不是属于体罚了 已经没法了 黄校长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哪里出了问题 应该说刚才那个老师 那种教育行为 确实是有被我们基本的 师德要求 确实应该是违反了法律的要求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教育 惩戒之所以到今天 会出现这么一个 比较模糊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 一个承受度 一个是我们现在孩子 的承受能力也很差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 承受能力很差 就折射回来 就是我们今天家庭教养方式 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过分的厉害 有的家长呢 就是用棍棒去教育的孩子 那种学校的老师 用语言是很难有效的 另外就是现在的孩子呢 由于过度的宠爱 还有少子化 又非常的自我 所以学校老师批评 就出问题了 有的批评一下 跳楼都有了 这学生本身的心理承受力 是被欠缺 对对对对 这个适应度是很差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少子化 我们很多家长 对于老师的批评 特别像特别强的尊重孩子的 背景上 往往呢 孩子回家有尾气 家长一听就来气了 就对老师进行指责 更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就好像要求老师 不认任何的过失 特别教育孩子的方面上 很多批评的话 是说中了 说轻了 其实是很难用一个 客观的标准来评判 仅凭孩子的依言支持 就判定老师说多了 说中了 然后叫去打老师 这种行为 确实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现象发生过 好 归那一句 那您觉得现在 对于老师来说 是不是还是应该 有一定的承接权 那一定要 当然不是削字底底的 发泄自己的内心的 某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想不开的东西 或者说是郁闷 或者说是甚至某些仇恨 我们学校本来就是 培养教育孩子的地方 如果老师都没有 一定的教育承接权 这样的孩子到社会上 其实失控了 好的 这个我们前面的 看到的那个视频 乐志中学被打的老师 是一名班主任 我们知道这个班主任 在学校培养孩子的时候 他是德育的第一责任人 那么我们的传统观念 应该他是有这方面教育的 一个很大的权威 但是据了解这个班主任 他们所面临的往往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是不少的 了解一下 来自半月谈网的消息称 中小学突现班主任危机 老师们不愿承担班主任 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工作时间无限 肩头责任无限 孩子个性鲜明 班主任难于管理 家长和社会的要求和期望过高 压力难以缓解 在谈及师生关系时 一些老师表示 现在的孩子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 与同学相处常常产生矛盾 认错更不是容易事 班主任不能批评 不能惩罚 当然更不能开除 现在的班主任 和十多年前的班主任完全不同 孩子们的个性更加张扬 班主任的权威不如以前 需要主动将自己的角色 调整为孩子们的大朋友 好 这个班主任 现在看来的确还是很难当的 所以他们面临的压力比较多 所以有些老师是不愿意承担 班主任这样一个重担的 如果管多了 可能家长受不了 但是你不管 也有的家长说 你为什么不管我家的孩子 请你多关注我的孩子 是不是 作为班主任 作为老师来说 怎么来找这其中的一个平衡点 一个就是要进行一些惩戒 一个就是说 又要注意 不要过度引起了 大家的不满 听听 其实我有时候看外国的电影里面 好像熊孩子不好管的时候 校长就会把这个熊孩子的家长叫去谈话 然后有时候闹得很凶 还会出现穿着警服的人 好像校警一样的人出现在学校里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的班主任压力大师 因为学校又要他管好 但是给他的权力又很少 就像您说的他没有太多的惩戒权 他有时候他面临管不了的问题 但是作为我这个家长来说 我觉得因为班主任 他是一个个体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 就像我们公检法这样 专业的一个执行惩戒的一个机关 也许他的惩戒会不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他今天心情好 可能随便说两句就算了 心情不好 是不是一个耳瓜子就过去了 还要看个人的性格 对 而且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班主任的惩戒权 如果要给他 可能也要有一个相当专业的机构 来监督他 或者规范他 保证他可以规范地实施 或者说把这个惩戒权放到学校去 班主任就做教育和教学 那需要管熊孩子的时候 就由校长出面 来做当这些坏人 会不会他的压力 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班主任或者是老师 如果有惩戒权的话 那么也应该是 依照一种规章制度来办 或者这个事情不要让老师来办 由学校的专门的机构 专门的人来行使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 这样的话就避免每个老师 他这个出口或者下手不一样 校长 应该说班有班规 校有校级 确确实是我们今天说班主任 会遇到一些疑难杂症 需要学校层面来处理 也是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问题出现这个难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平衡度 那之所以平衡度找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在 对教师是不是既有惩戒权 惩戒度上 也是没有平衡点的 也就是没有基本的准则 跟基本的要求 咱们没有一项 比如说法规 或者是行业的规定 或者说是学校的规定 把这些列得很清楚吗 没有列清楚 我们现在都提得非常的谨小甚微 连教育部的文件都是 教师既有实际的批评学生的潜力 这已经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了 我觉得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教育价值观上 也没有找到平衡点 比如说我们要公平对待孩子 要尊重孩子的潜力 可是尊重孩子的潜力 我们可能也要要求孩子遵守守则 遵守规矩 在这一方面上 我们没有找到平衡点 第二个整个社会在面对教育 这种矛盾的时候 特别是出现教师批评 或者是有的是变相体发学生 出现冲突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社会 往往是抱着维稳 稀释灵的态度 然后来处理 一边倒谁是弱势 谁就受到保护 这种持起了教育的尊严 跟他本意的时候 也是会出现我们今天 校长您是不是也就是说 想呼唤 就是作为老师 作为校方管理来说 能够有法可疑 或者有章可循 当然是这样子 听听 李老师 我是觉得 您的展开 对 作为班主任来说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按照我的经验 一个是跟学生商量 制定一个班规 我要违反了这些行为 我受到相应的 哪些惩罚措施 我还可以跟家长商量 你的孩子 如果违背了这些条例 那么你的孩子 要受到哪些的惩戒措施 惩戒方法 当然不仅仅限于说说服教育 可能包括罚钞课文 可能包括打手把 甚至可能包括去劳动 当然这里面 一定是在三方 校方班主任 孩子 还有家长 三方能够坐下来 能够共同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够遵照执行 那么如果孩子的行为 超出了列出的这些范围 好吧 送交夺一处 送交保卫课 送给黄校长 所以我觉得班主任这里难当 就是感觉到有焦虑感 我是觉得说各位班主任 不要两肩 什么都挑在自己的肩膀上 要学会向学生示弱 要学会向校长示弱 让校长去把这个担子 勇敢地挑起来 您的意思就是说 当他这个班主任 管不了的时候 不要硬管 不要说我绝对 不能够输在孩子的面前 我一定要不是用口头的力量 就是用动手的力量 不要这样 不要和孩子正面发生 如果说没有更高层次的 各种规章制度 那么我们班上 一起来讨论一个东西 大家一起来遵守 是吧 好的 我们来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看法 有老太太她说 就是老师还能承接熊孩子吗 她认为应该的 孩子是不打不成计 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 山水圣人说 老师的任务是教育 熊孩子该由家长 应该由家长和治安条例来管 用不着老师以熊对熊 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我可以管 我可以打 但是你老师 你只能教育他 只能给他知识 而不能够给他疲肉知苦 好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木桥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那么作为家长来说 一般来说 是希望自家熊孩子 能够得到严格的管教 那么严格的管教 你对于老师 对于这个严格管教 能管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有没有充分的信任 那听听方婷 说实话 看了刚才那个视频 我们作为家长 想信任也信任不起来 因为可能我在我的小时候 可能大家都信奉 棍棒底下会出人才 但是到了我自己当家长的时候 我在养孩子的过程中 我是充分地尊重他 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让这个老师 对他有惩戒权 所以我是比较有这个疑虑的 老师能否像我一样 也跟他耐心地说理 然后尊重他的自尊 不会对他进行人格上的羞辱 我觉得现在有法律 明文禁止的情况下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把这个承介权给了老师 可能将来我更没有办法 很好的保护我的孩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承介权 一定要非常慎重 因为我们国家 要对任何人采取这种强制作事 都是要经过一个 很严苛的流程的 所以说当有些家长 没有这种对于老师 行使承介权的这种高度信任的时候 所以老师可能很多也是选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我干脆很多东西 我就干脆不要去主动管 可以告诉我们家长 不要去严格管 然后调整成跟孩子 做大朋友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到底算不算进步呢 我觉得在这里面 有个人是首先一个 就是老师对孩子 是一个充分的了解 那么这个了解 就是建立在 他呈现在学校的层面上的了解 因为有的孩子是两面性的 在家里面是在妈妈面前一个表情 在学校里的时候 跟同学一个表情 在班主任面前一个表情 可能在客人老师面前 又一个表情 他是很多面的 而这个很多面呢 也造成了他的行为呢 会有不同的人 又做出不同的判断 所以我很赞成方婷的 这个观点的一个点 就是说 一旦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 不要轻易地给他下定义 更不要轻易地就对他进行惩戒 而真的是把家长叫过来 他是不是一个突发的 可能是今天跟家里面闹了不愉快 才把情绪到学校来发泄 那么如果是临时的 如果是习惯性的 那他的行为产生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应该针对的就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人而异 所以老师即使老师有了承接权 也应该是建立在 对孩子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去行驶 而不是说 我拿着尺子就啪就倒下去 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 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你对你班上的 四十几个五十个学生 你都要有他在你面前的 和在你背后的 在家里的表现的 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是要做一个 充分的法庭标签 好 现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老师对于熊孩子 还能够承接吗 老师承接学生 从天经地义 到动辄得救 成了高风险的事 对承接望而却顾 是否陷入了另一个怪圈 承接教育应当标准化 还是因人而异 TV2欢迎亮剑 老师还能承接熊孩子吗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老师 对于熊孩子还能够承接吗 这是根据咱们很多人 都看到的两则新闻 引起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那么现代教育学观点 普遍认为缺乏 承接的教育 是一种缺盖的教育 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其实是不利的 那对于这个批评教育 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 是不是还是应该 有一定的带有 体罚性的承接 就类似于我们传统的 一把戒指握在手上 听听黄校长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生 实度的承接是必需的 这就好像一部好的车 它有强大的动力系统 也同样要有一个 非常好的控制系统 刹车系统 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 全社会应该有这个 基本的共识 人是要得到约书的 不管哪个孩子 通过约书遵守规则 通过教育 让他明白道理 这一定是个普遍的行为 特别在学校教育当中 因为我们老师面对的是 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 他在一个班级 集体生活当中 要一个集体的规则 这必然会出现 一些人适应 一些人不适应 所以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 他一定要有相应的潜力 赋予康 来管教这样的孩子 使得我们的每个孩子 更有规矩 这应该说是必需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从我们学校教育的管理来说 我觉得家长要充分地相信 因为教师是一个职业的 专业工作者 他对于不同儿童 不同的行为表现 他的教育手段 教育方式 相对还是比较多样的 所以也只有跟家校 达成一致的时候 我们的教育作用 才会比较好的呈现出来 那这个尺度怎么把握 到底是不是应该列出来 对 犯错犯到什么程度 用什么样的工具 或者用什么样的力度 来执行这样的惩戒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法律 规定了很多 你是不能做的 什么体罚 变相体罚不能做 但是没有罗列出 哪些惩戒是可行的 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我们不知道 他在哪里就会恐惧 那像美国 他这么重视 保护小孩子的利益 但是他是可以 对小孩子进行惩戒的 比如说你可以关小黑屋 你可以禁足 你可以取消他的家餐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 对他的体能进行 比别人多的训练 在操场跑他几圈 对 当然他就是类似 这样的东西 你只要前面 你可以他犯了哪一项 你就对应哪一种 那对我们家长来说 他今天犯了这个错 他会得到怎么样东西 我评估我的孩子 这个东西对他有用 也不会伤害他 也能对他起到教育作用 那我们就很开心 而且你这个过程 最好你有一个什么记录 对不对 对 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负责记录 他被惩戒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相对来说 接受度就会高一点 是不是还要之前先做个体检 不然的话 万一某些方面过敏 或者某些方面承受不了 你比如说罚他跑三圈 结果呢 晕倒在场上怎么办 比如说你要罚他关小黑屋 你得让我知道 他是关在哪个小黑屋 你还得去看一下 如果学校说 我们有这个 关禁闭的这个地方 我看看这件禁闭 是不是软包装 它在里面安不安全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 这个还真的是要列出 专门的一个细则才行 对对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技巧 就是表扬孩子的时候 一定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微信 在家长群里面 QQ群里面 哇某某孩子作业 今天得到表扬 哇家长肯定继续配合 而惩罚呢 一定是很私密的 就像刚才黄校长 讲到一个词 一定是集体教育 那我们既然是集体教育 小孩子面对的 不仅仅是老师一个人 他要惩罚我的这个老师 他还面对的是 他的小伙伴 这就涉及到一个 自尊心的问题 如果在这种惩罚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视频当中就是的 那个老师打着孩子 是旁边有小伙伴围观的 那些小孩都吓傻了 所以老师在 行驶承接权的时候 不是不可以 应该要注意场合 你行驶的这个承接权 后面能不能够 达到有效的效果 在这个场合当中 而且呢 后面还要进行 对全班告诉他 告诉大家 这个孩子犯了 什么样的错误 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 希望你们以后 其他的孩子要引以为戒 第二个呢 就是不管是 这个惩罚措施 不管是由班主任发出的 还是由专门的校警发出的 还是由黄校长发出的 他一定要让孩子知道 心里有个底 刚才方婷也讲的 特别讲到这个点 我会知道说 我孩子会受到什么惩罚 那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 一定是针对孩子 他能够受到痛苦的 只有受到痛苦 他才能够感受到说 我做错了 接下来呢 我要改正 你不能让一个爱好体育的人 你就说 罚他跑操场上跑两圈 那他对他来说 解放了 解放了 出去活动一下 对 去活动一下 对一个不爱学习的人 只要不学习 我什么都好 你把他扫地 他巴不得 你把全班都给你赶出去 我要扫地 我要扫地 那变成反而 一笑道 今天校长的高见 您认为 就说这个 惩戒的话 到底是怎么掌握 要不要用工具 光是口头的 还是说处罚性的 还是包括体罚 这个刚才理想老师说的 非常多了 就因人而异 但是前提就是 必须承戒 应该赋予老师 一样的教育潜力 有了这个基本保证以后 我觉得老师 他最了解的是 他用他适合的方式 目的是要让孩子受到教育 同时还影响到别人 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认识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您的意思 把这个承戒权的 这个行使的空间 让老师自己来掌握 对 而不是制定一个 统一的标准 不是这个是要有标准 但是要随时刻 用哪一种方式 什么情况 用什么方式 应该以老师为准 其实学校校长 有一些处理的潜力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是为什么 问题都出在老师身上了 因为老师 每天都面对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各种行为 容易在老师眼皮底下发生 等到到学校层面来处理 一般是问题非常严重 或者处理起来 也是比较棘手的时候 比较大条的 然后他贴朽 然后他贴朽 这种既然 这种能复权的 这样基本都是 这样的 这里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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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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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